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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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重 暖胃健脾 封眼果 到每一年的七到八月份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鲜艳的姿势 这些名字叫做鳳眼果 又会有名字叫做苹婆 苹果的苹,婆婆的苹 想要试试吃就能看到它就很 nuclei 因为过了8月又或者是平时街市都不是那么容易见到有得买的 所以真的有买就趁早了 买到回来就是这样的了 是不是很鲜艳的颜色 而且样子好像凤眼那样呢 它的样子就真的非常吸引 只要是越是新鲜 它的颜色就越是鲜色 它就来丢脸就会很沉色 变到很淡红色 甚至是去到光肤位的状态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 最好就选一些外壳比较鲜艳的颜色 就代表它越是新鲜 现在我们就先剃出果实 剃出来就非常轻松 因为它只有一个连接位 只剃出来 一上手这粒果实就会比较黏手 这些是一些植物黏液 我们稍后再洗一洗它就可以了 现在就先剃出来 趁着剃果实的时候 都跟大家讲一下平婆的四大主要功效作用 第一样就是平婆附含维生素A 维A具有明目 辅助治疗多种眼疾 增强免疫力 清除自由肌 促进生长发育 保护胃 呼吸度黏膜的功能 第二样就是平婆的粗纤维 纤维对于人体消化有一定的帮助元素 所以平婆中含有的粗纤维可以调节脂肪的代者 提供膳食纤维 折弱蛋白质 从而增强腸道的功能 第三样就是平婆的营养成分 它的成分就很适合夜盲症 容易生粉刺 或者是折瘡等皮肤病 肺气肿、甲状腺肌能、抗进症的人群食用 到第四样就是平婆附含蛋白质 能够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为人体提供能量 而且蛋白质是構成机体的重要物质 能够储存和提供热能 维持我们大脑功能必需的能源 促进细胞修复和更新 平婆的功效四大作用就讲完了 另外就是平婆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而最多人认知的相信就是 它拥有的杀虫功效 分别就是治疗状虎山虫和治疗腹中的回虫 所以小时候可能会吃得多些 因为爸爸妈妈都怕我们山虫生殖 吃不胖就会被这些凤眼果吃 除了能够杀死我们体内的寄生虫之外 还会有暖胃、健脾、脂肪和脂肪的药用功效 功效和药用价值都讲完之后 现在就撕完壳了 就剩下现在的果实的份量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半磅 撕完壳之后就只剩200多克 所以其实真的很少 中美丸的 待会做完工序大家就会知道剩下多少 撕完壳之后就要把它洗白白 又是开盆水 浸下去的时候 看到盆子都会有一些黏的液体 浸在水里面 有些会浮起了 就是这两粒 浮起了的我们就选起它 因为这些就是未够熟的果实 选完这些未够熟的 我们就继续洗它 大概要洗它三次 即是换三次水 那面头的果实 就要洗到它面头的黏液都没有了 变成干爽 那我们当我们第一次水洗完之后 大家就会留意到水变得逐了 有少少雨白色的 那就是第一转水 直至你洗干净它 冲水下去的时候 那些水就会变得很清淡 接着就来到煲水的时候 那这里的总水量大概是1000毫升左右 那我就会下三个茶匙的食盐 那大家可能觉得 下三个茶匙干什么事 下这么多盐啊 那其实呢 这一个菜式呢 我就用盐水来煮来吃 那大家如果用这个瓶火来炆鸡 炆排骨的话呢 下一茶匙的食盐就可以了 因为下少少的食盐下去 那瓶火的甜味就会更加突出的了 水滚起呢 我们就可以放些瓶火进去一次过煮的了 那煮的时候呢 记得盖盖来煮它 因为瓶火呢 它有很多个外衣是很厚身 比较难是熟的 所以记得盖盖 接着就教个中火煮三十分钟 直至你看到瓶火爆开呢 那就为之熟的了 一开盖呢 就会闻到很香的果实味 真的很香的 那一股味 就很难去形容这一股味 又不是花香 是叫做果实香 那有空就来试一下 很过瓶的 好了 现在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就很清楚地看到瓶火爆开了 那就很帅仔 好像金黄色的 好像小鸟蛋 那你见到这些裂开的痕色 就代表它已经煮熟了 而且都温馨提示大家 记得去煮它的时候 是用一个中火 或者中火以上都可以的 千万不要用一个很微弱的火来煮它 因为如果用一个微弱的火来去煮它 随时的壳壳是不会爆开 不会有这个裂痕的了 煮熟了 我们就可以捞起它 隔水就可以了 不需要马上去找水来急冻它 因为如果你用水浸它 搞到它这么快收缩 那我们撕壳的时候 就会更加上是难撕的了 所以我们捞起它 就这样在常温下 风干就可以了 风干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吹到它这么冷 才开始帮它剝壳 因为如果你吹得太冷 反而我们是更加困难的剝壳的时候 用来吹到它有点和暖 手可以碰到它 就开始帮它剝壳了 大概是吹了六七分钟左右 就会去到一个和暖的状态 这个状态也是剝壳的最佳时机 因为它就不会很硬身的 剝壳出来的心就会有点微暖 所以是非常好吃的 即开就可以即食了 想起都非常开心 不过我们帮这个凤眼果剝壳 其实真的都挺辛苦吃力的 我这里才是买了一磅 这里得了三十多粒 剝壳已经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你会剝到手指都会有点痛楚 不过它吃出来的味道 真的挺特别和好吃 我会觉得它的味道是比栗子好吃的 这个凤眼果的壳大概有四五层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剝的了 剝这个东西的时候 最重要是洗干净的手 我们就逐层逐层剝 剝得漂亮的话 就整粒好像一粒金蛋 圆枯碎 很完整的 就为之漂亮 我这一粒就剝得不太漂亮 剝完出来第一时间 我们最重要是试一粒 试吃一下 因为越吹下去就没那么好吃 现在有点和暖 就快点试一粒 如果想剝得漂亮一点 可以用一把小刀 轻轻地推一推把刀下去 剝一剝口 但推剝口出来的时候 最重要是小心一点 因为它很容易会滑刀 剝一剝就会容易一点 开出来这里也有两层E 所以真的挺吃力的 这一下就叫做顺手 就可以一开就开到这个地步了 这个状态 摸上手其实是有点柔软的 一按开就不觉已经分开了两边了 做得比较粗 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是完整度高 一粒粒去圆枯碎 金黄色 很圆滚出来 就为之剝得最漂亮了 大概是剝了五六粒 就开始会有些经验 就越来越纯熟了 如果想剝得好 也是用刀来慢慢去开它 那就会开得更加好 因为它的黏合度 最后去到金黄色的一粒均匀 它和第二层尾是很接近的 删得很贴 所以我们用刀来慢慢去削它 就会比较漂亮 齐厚一点 那大家自己试下慢慢去玩 整个过程 我大概是批皮批了半个小时 但是吃下去真的很好吃 一磅的缝眼果 撕完壳之后 到最后就只剩这里 那么多了 虽然我吃了两三粒 但是其实真的很少 是不是很帥仔 金黄色 咬下去会有少少软软 中间就会有一些咬口 又吃多一粒 真的很好吃 因为 大家有空见到 就买来试一下 虽然功夫就会相对比较多 但是未试过 就一定要试一下 因为到了九月 你有钱都未必买到 最后如果喜欢今集的 鳳眼果制作详细解说 又或者已经试过来吃 觉得好吃的话 记得给个like 有你支持 就是我的拍片动力 下集再见 拜拜